在经过周三的震荡下跌之后 周四美股得以喘息 三大股指小幅上扬 经济数据面 上周首次申请就业金人数增至87万 高于预期的84万 显示出就业形势依旧十分严峻 同时对于新一轮财政刺激方案 尽快出台的迫切需要 今日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与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 继续在国会发表证词 鲍威尔重申经济需要额外的财政支持 他警告称 缺少财政刺激恐制经济下行 与此同时有消息传出 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 计划与众议院议长洛佩西恢复谈判 以谋求达成新一轮刺激措施的折中方案 不过高盛经济学家认为 进一步的刺激计划措施 要到明年才可以实现 因此高盛下调了美国第四季度经济增长预期 从6%下调到3%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